大家好,我是少女阿比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少族的交通 除了雙腳之外 少族還有一個厲害的交通工具 叫做RODA 竹木舟 以前的日月潭有別於現在 不像現在有大馬路 更別說是柏油路了 因為少族的部落分散在日月潭的周章 所以RODA 竹木舟 就成為了我們最佳的交通工具 幾乎每個家戶都有自己的RODA 竹木舟 而當我們要出去外面的時候 我們會請主理的人用竹木舟 把我們載到Fishow 直線在孔雀源下方 然後再走路到目的地 當我們要回部落的時候 我們會在Fishow那邊燒狼煙 而在部落的族人就會看到狼煙 來載我們回家 這樣就免於把獨木舟綁在潭邊 才不會被外族人搶走 少族人是不是很聰明呢 少族有一艘特別的獨木舟 少族的騎勞 似乎對這艘獨木舟特別的有記憶 它是一艘公有的獨木舟 以前的人把它取名叫做馬鹿木 馬鹿木是一艘又長又大的獨木舟 一般家庭的獨木舟 大約可乘坐二到四個人 約一個家庭左右 而馬鹿木可以乘坐十幾個人都沒有問題 甚至是放得下以前稻子修成時會使用到的大筒子 稻膜 想想以前的技術 要完成一艘那麼大的獨木舟實在是不容易 如果要造一艘獨木舟 通常親戚朋友主人都會一起幫忙 首先我們要找一位經驗比較豐富的族人 帶我們到山上去尋找木頭 我們要找又大又直的木頭 而且兼顧耐水性家的 有騎勞說張樹之類的 我們會在山上把獨木舟完成再運下來 因為實在是太重了 通常要完成一艘獨木舟 大約需要一個月的時間左右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們 就是去山上砍樹或是動工的時候 都要禀告主林 還有下水的那一天 一定會請來祭師點酒祈福 祈求一切順利 我今天也要做了 謝謝你 問答時間 影片中提到 以前少竹人的交通工具是什麼呢? 對,Rosa獨木舟 那為什麼獨木舟是少竹的最佳交通工具呢? 因為少竹的部落在彈的周遭 少竹人可以滑獨木舟去幹嘛呢? 我會想要去找朋友 我會想要去釣魚 我會想要去釣魚 我會想要去釣魚嗎? 請釣魚 你要唱歌嗎